12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负责人崔刚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目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策略按照两步走方案 第一步主要是针对部分重点人群开展接种 第二步随着疫苗副条件获批上市或者疫苗产量的逐步提高 符合条件群众都能实现应接进阶 第一步主要是针对部分重点人群开展接种 这些人群包括从事进口冷链、口岸检疫、船舶银行、航空空勤、生鲜市场、公共交通、医疗疾控等感染风险比较高的工作人员 以及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去工作或者学习的人员 通常情况下大家知道我们的接种单位都是设在辖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或者综合医院 如果我们接种涉及到一些个集中的一些个单位 我们也会考虑设立一些个临时接种点 我们去上门去服务 普通公众何时能够接种新冠疫苗 具体的时间表如何安排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中伟做出回应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我们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 进入三期临床的疫苗 都处于全球第一方诊 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走得比较快的疫苗 已经获得了三期临床试验中期需要的病例数 如果数据达到相应标准 国家要件部门批准付条件上市或者上市 那我想那个时候 我们的疫苗就会更快的普及 更快的提高产量 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大规模生产的准备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疫苗安全性问题 郑中伟表示 7月以来中国新冠疫苗紧急接种 累计完成超100万剂次 无严重不良反应 同时对于接种疫苗后 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处置办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症医管局监察专员 焦雅辉现场进行了分析解答 头痛 发热 还有接种部位的局部的红晕 或者是出现了硬块 另外还有一些人呢 有咳嗽 食欲不振 呕吐 腹泻 这样的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 我们要求这一次的接种点 一方面是要符合接种的条件 另外一方面呢 要具备相当的医疗救治的条件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提醒各位接种者呢 我们在接种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向医务人员 如实地反馈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30分钟以后没有问题可以回家 那么回家以后 即便出现了刚才我前边提到的这些症状呢 也要及时地去就医